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著就是林鎮輝師傅 這位是香港一個很有名的武術名家 打演出的就是《虎學雙應拳》 這個林鎮輝師傅是林祖師傅的兒子 他是《虎學雙應》二路 《虎學雙應》我們知道是以《虎形》和《鶴形》兩者之間結合 屬於《虹拳》裏面一個套路來的 拳法的要求裏面就是以暴、穩、力、虹 我知道這套《虎學雙應》的林鎮師傅得到親傳 我知道他是王飛鴻師傅的一種 是一直傳下來的 林世榮、林祖師傅 一直叫林鎮輝師傅 所以武術裏面的源流是很重要的 除了傳仔、傳孫之外 是秀徒、發揚光大 就是對的 《虹拳》裏面的腰、步、馬 各方面相當講究 《虹拳》的老前輩說 他說馬步要落地生根 你說多穩固啊,楊先生 這個一定要有多年藥苦年才有這樣的效果 林鎮輝的演出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看其他選手的演出